來講,Piano Bar,這種鋼琴酒吧,它營業時間是到3點 一般來講,很少人會呆好呆滿 就不是他們這些人物的朋友 就他們這個時間好像也差不多呆好呆滿了吧 所以我比較意外說奶公他的體力真的過人,你知道嗎 我們通常大概去Piano Bar喝到大概12點、1點應該就累了 然後就回家,通常呆好呆滿的客人並不多見 那可見他跟這間Piano Bar應該怎麼樣?很熟 通常到大概2點多,有意無意就會大家開始會想要走了 或怎麼樣,會達到2點以後的 可見這間Piano Bar應該是有部分的熟悉度 那你說高檔,Piano Bar跟酒店不一樣,你知道嗎 酒店是賣人不賣酒 酒店是賣人不賣酒 對,那Piano Bar是賣酒不賣人 那酒店是這樣子,酒店的消費大家都知道嘛 但新聞報那麼多了 沒有,大家都知道 真的嗎?沒有 我也都是人家告訴我的 我們剛好都不知道 我不出入這些所謂週刊寫什麼厭窟 看到這兩個字我真的覺得蠻好笑的 因為他賣酒,他不賣人 譬如說像我們大家常講什麼龍亨啊 有沒有,那種林森北路那種酒店 他是賣人 譬如說我今天要把一個小姐留在 帶出廠 帶出廠 那個都要花代價 譬如說像龍亨 那個最起碼就是1萬塊錢 再來是1萬3,168 你說是出廠費是不是 對,這種極數 你在裡面要跟他喝酒 至少就花1萬塊 然後就留一個小姐在旁邊陪你喝 所以那種真的是蠻消禁窟的啦 但是Piano Bar 比較像是那種 你自己家裡面的客廳的一角 而且我不是在美 客廳的一角是說很像在家的感覺 對,我跟你講 對,還有他怎樣 他就是 他那個碰意啦 這真的是你們家的那種碰意 這是那種白白的有沒有 真的那個像Ola的 我如果記得沒錯 因為很久沒去了 應該也是 子弟無銀三百兩很久沒去了 都朋友帶去的 然後他就是白色的那種沙發 然後旁邊會有那種台燈 就像你會有一個直立式的台燈 然後還會有那種在家裡面 有人會睜臉有沒有 會噴出那種香氣的那個噴香精機 所以那個感覺好像你在家裡面很輕鬆 放在那邊喝酒 那消費怎麼樣呢 他就跟不是賣人喔 他是賣酒 為什麼 他都是開酒 那一瓶酒呢 我去的大部分價碼大概一瓶酒就八千塊 那通常比較不熟的人啊 剛去就是買二送一 就是你開兩瓶 然後他會再送你一瓶 就是八千八千就一萬六嘛 那一萬六千再送你一瓶 那等於三瓶就是一萬六 那一瓶大概五千塊 你說很貴 其實你一次也喝不到一瓶吧 你酒量再好 所以你大概三瓶可以喝個三次 你除下來 一天去大概花五千多塊 那剛開始不熟趣的人喔 你可能桌子上的一杯酒啦 或者是一個牙籤啊 你可能都要算到錢 但是像奶公這種喔 已經很熟了 其實桌面那種大概都是招待的 所以他可能可以吃蘆味啦 你常 他一定都會那種小小的那種 那種什麼豆子啊那種 那其實也花不到什麼錢 所以你說他是硝金窟 我覺得這個形容詞 我是比較有一點 存有點問號啦 其實我自己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會去這些 像這種所謂bar的這種地方 我覺得 因為那些環境有時候 其實是比較隱密 我覺得比較隱密 就是說 像一般的這個bar的部分 他會做類似像會員制 那有一些他更麻煩一點的 他可能就需要有專人帶 比如說有一些店 他甚至就是 變成是要用按指紋的 那他會幫你內建一個檔案 那你每一個 就是你除了會員之外 你要能夠掃你的指紋才上得去 這麼認真喔 也有這一種 那他的消費的模式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對一般人來說 可能會覺得說 他是一個比較貴的一個模式 確實 因為你可能同樣一瓶酒 在那個賣場裡面 比如說我們就講說 這個皇家禮炮 他可能一瓶在這個賣場 可能就是三千多塊錢 可是你可能到這個地方 他可能會加倍 那可是我覺得這些地方 為什麼很多的這個鎮商民 有愛去那個地方 我覺得有時候 有一些人是圖一個心情的放鬆 可是你不可會避言的 就是說 像這一次他拍到 因為他是在樓下拍 那你說一個 比如說一個像這種 Piano Bar的場合 那裡面有一些 比如說我剛剛跟 有志哥請教 那有一些 是比如說 他是有這種類似 像開放式的空間 那有一些他會比較隱密的 比如說半包廂 就是有包廂這樣 對那你如果是全包廂的 事實上就比較方便 大家在裡面 如果要談談事情或是什麼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像這種店 他要能夠存活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在於是裡面的服務生 他必須保密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也就是說其實有很多人 其實他可能晚上 像我們其實有時候 在某些地方 會遇到一些藝人 那或者是會遇到一些 這個所謂從政的政治人物 可是很好玩的是 比如說我們就會去問一下 就是說 你們這間店 平常還有誰會來 基本上就是裡面的服務生 都不會跟你講 因為你如果跟你講一下 人家會覺得說 我來這裡什麼人都知道奇怪 你什麼委員也知道我去哪裡 這間店也知道我去哪裡 那這間店基本上 其實他就會被 很多人就會開始逼開去 所以像這種店裡面 因為我說真的 就是說 他有時候是會大家 可能有約 約在這裡面講事情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 我剛好今天有空去那裡 我剛好也有空去那裡 然後到底有沒有在同一個包廂 不知道 可是我必須要說 就是說 這個喬事情的這些事情 其實在過去 確實一直都有被提及到 那你說像這一次 拍到兩個人同時出來 你要是說 沒有說預約好 或什麼 如果是分開隔壁桌的話 也不太會這麼巧 就是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當然以吳乃仁 過去的這個身分來說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就是說 你乃公自己以前 曾經在民進黨裡面 是個要角 那人家其實就 以雙人來稱呼他 吳乃仁跟這個邱毅人 可是他後來 因為這個案子之後 他比較少 就沒有在接觸這個政治的這一塊 可是也有一個說法 認為說他不在政治圈裡面 反而比較 更好有發揮的空間 對 比較好去接觸這一塊 那以他現在的身分來說 有這些所謂的金控啊 或者什麼什麼 當然從他的輩分來說 你不會覺得奇怪 可是我覺得他就會給外界很多這種想像的空間 不一樣 社會民意代表 對社會還是要有一些正面的 一個正面的價值 所以什麼地方不移去 那是不是包含皮諾巴 因為我剛才聽友志兄來講 講得非常的正當 非常的正常 當然 我們的知識都是從友志哥來的 對 而且他上次去已經很久以前了 不過每個人很久是定義不一樣 是真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可是哥不是禮拜天才去嗎 什麼地點不移 禮拜一 如果那個地點是不適當的 社會公認說這個地方不適當的 作為公眾人物 作為民意代表 作為政府官員 不適當就不要去 可是那個地方如果是一般人再去 我們說因為你曾經怎麼樣 現在都不行 我覺得我們那個線 不是把每個人化成聖人 那第二個 什麼樣的人不應該一起出現 這個反而比較重要 你的業務相關的人 不管是出現在KTV 在酒店 在Pianova 或者是熱炒100店 不應該見面的人 業務相關的利害關係的人 我覺得這個反而更嚴重 要把它確認不宜 因為我看他拍的相片 我不知道他們是一起來 是分開拍的 以前查凸陰案 就查到自己關起來的檢察官 或者也有相關的金融單位的人 我覺得那一塊反而會讓我想說 他們是一起的 還是因為周刊 我沒有看到周刊內容 他們是一起前後被拍到 還是一個是昨天拍的 一個是後天拍的 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要重視的在這裡 第三個就是 什麼人該被管 什麼樣的人不應該出入所 不應該出現的場所 如果是現役軍人 他們會有列一些 哪些地方不該去 那如果說是政務人員 或者民意代表 什麼地方不該去 我覺得有些自律的條款 所以對吳乃仁這件事情 要祝福他身體健康 那他現在也沒什麼職權 去那個場合 依照羅友誌的標準 也不是什麼不正當場合 那反而 這個宇宙大爆發的 許智杰要好好 他反而比較要說清楚說 我去那裡是見了誰 那其他就沒有什麼 那我覺得對這個事情就是 把他脈絡弄清楚 而不是用一個聖人的標準 你框住大家都不應該出現在那裡 否則康仁俊也去過 我不知道他去那邊幹嘛 讓他去就是在那邊聽歌 喝酒 我能罵他嗎 一點道理都沒有 國民黨真的是很渦浪 你說好不容易弄了一國運事業台本 二十幾億的東西 既然被人家用一億把它買掉 而且拿出來那個一億的錢 還不是說這個孫鐵漢口袋裡面拿出來 還用台本的子公司的錢去買 買那個台本回來跟那個國民黨那個中投去買的 那二十億的被人家買走 那買走嘛 你說落入國民黨的相關人員的手中 那還比較說自己人嘛 左邊口袋放右邊口袋 既然被無奶人拿走 你看看他女兒現在是當董事長 年紀輕輕的 那薪水多高呢 那個台本董事長一個月 但那業薪就五十萬 那還取他一些交際會 還有一些年終獎家家 年薪都上千那個上千萬了 那一個年紀輕輕的 憑什麼可以去當台本董事長 大家就說哎呀 好像只要改朝換代 民進黨當官以後 幾乎所有人都佔了很多的回歉嘛 那你今天你到底你無奶人 好當然你你現在現在感覺上說 他是沒有一官半職 什麼一屆平民 他要到哪裡去都可以 可是是不是有還在喬一些事情嘛 你看看相關你當時台本在股前在在爭的時候 跟那個林文淵在在那個爭股前 欸大家都認為說林文淵是公司派的 而且林文淵把台本轉虧為盈 照講他應該是可以繼續當董事長 可是怎樣一搶下來 既然那個 吳乃仁跟孫連翰兩個人聯手 也把林文淵也幹掉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吳乃仁他都有影響力啊 他不是一屆平民啊 他假如說他是算平民的話 他是超級平民啊 那你看看 難道現在新潮流 新潮流有在整個我們現在的政治版圖 版圖裡面有多大的影響力 有多少的市長有多少個立委 有多少個議員呢 你說他沒有影響力是騙人的啦